第四季节目 他现在这样 狼指导已经下到场地当中 来进行指导了 场上的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 我们现在打的动作太明显了 而且特别慢 不行 你就尽量传 调整球你就准备它 叶小销 好 现在 终结者队继续发球 余传别着急 电好余传 电高一点 好球 上 上去 往回来 往回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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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所趋雷克萨制混动 提醒您下节更精 好球 好球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冠军队获胜 来 掌声给他们 好球 很棒 很棒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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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中国女排获胜 你们是最棒的 冠军 这是我们太棒了 中国女排在来报冠军第二季的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捍卫了自己冠军的荣誉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VIVO来报冠军 我们第二季第一场的比赛 获胜的冠军依然是大家最爱的中国女排 我们想首先请狼指导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 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第二次蝉联了冠军 我觉得今天相对难度更难了 但是双方发挥的都非常精彩 也祝贺我们的这个终结者队 谢谢你们这么努力的拼搏 我们队员今天表现非常好 应变能力很快 对 来 祝贺我们的冠军队 今天我们也请我们的终结者队来说说看自己的感想好不好 非常感动 我们可以挑战中国女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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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排真的是指纳达米 太厉害了 对 因为我从小到大很爱运动 然后每一次女排我都跟我儿子在电视看 就是我跟我儿子他们都很紧张在电视里头 所以今天我觉得自己可以跟他们真的在打 那个感觉还在做梦 然后 刚才那么激烈或者受伤一点都没有感觉 现在 要就 解决了 那个感觉好难受 要结束了 好难过 对 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对 其实我太理解博智的这种感动了 好 我们倩倩 这是我当队长第一天 然后就和我们的女排冠军们 站在同一个运动场上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荣幸 谢谢你们 如果说做一名演员 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那么在我的生命当中 能够两次和为我们的国家屡次带来荣誉的中国女排教授 我倍感荣幸 这将是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女排 感谢你为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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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期节目呢 我有两个瞬间 让我非常难忘 第一个瞬间是 郎平教练 伸出她弯曲的小手指的时候 那我当时真的是震撼到了 第二个瞬间是我们中间 有一个打那个分数柱子的那个旋转之后的那个游戏 我是亲眼看到中国女排从一个都打不中 特别快地迅速调整 灵活应变 就让我想到在赛场上 可能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困难的瞬间 但是当困难发生的时候 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 我不怕你 我瞬间调整自己 我依然是最强的我自己 好 请郎志导来签名 我希望就是更多的我们的爱好者 排球爱好者都能参与到来打这个排球 其实每个人只能打一下一个团队 其实很有意思的 我也希望这个节目能为这个普及排球 大家能喜欢 这一季想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慢慢熟悉排球 把排球可以当作自己的一个乐趣 我们其实并不是只想传递我们女排的精神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了解这项运动 我觉得这项运动有她自己的魅力 中国女子排球队 太珍贵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超越自己 太阳欢喜 来 用我们的Vivo X-Play 6 手机来合影